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爱妮 今天玩的是一张橘色帮演的地图 我是一个学校的老师 先把衣服穿上 免得熊孩子把我给打死了 小开门快上课 都已经八点钟了 有些小孩子感觉还没睡醒啊 你们再不进来 我就关校门了呀 果真还是铃声管用啊 好的把门关上 大家一起去教室上课 大家都挺乖的 就有一只小兔子站在这里发呆 受伤还拿着喂龙辣条 你不上课我就不管你了呀 进去教室把门关上 哎小兔崽子 怎么一上课就往外跑啊 你个老娘过来 拿什么呢你 哦原来是拿校服啊 大家快来拿校服啊 不穿校服就要被赶出去了 折腾了好久 同学们终于穿上校服 各位同学们 铁头娃们 斧头班的兄弟们 大家好呀 今天我要考大家一首歌 上次我们教的 妈呀嘿 现在你们给我唱一遍 我看一下哪些小伙伴们 带了喉咙来 妈呀嘿 妈呀嘿 哎呀 我听到了很好听的声音 这位小伙伴唱得很棒 哎 其他小伙伴怎么不唱呢 既然你们不想唱 那我们就去上体育课 大家跟我来 我们学校真的太穷了 语文老师 速学老师 音乐老师 体育老师 校长 都是我一个人 打开大门就是操场 你们先给我跑两圈 我先认命这个英文 这么的小伙伴为班长 你们跟着他跑 跑好了给你们当班干部 看 小卡按门跑了起来 不错不错 还又早气 跑了一段时间 我就来小伙伴们 过来集合了 大家跟我一起念 少年强 则国强 少年制 则国制 除了个别恐龙不怎么听话 其他的宝贝们还是很听话的 天 马上就要黑了 我赶紧让同学们回到教室 继续上课 小可爱 你怎么进饭堂了 难道你是个小饭头 好了同学们 大家快点先上网自习吧 拿出你们的纸 好好回想一下你们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一点的紧张生活就这么过去了 走吧 我们去吃饭 叫你们排队怎么还插队 感觉就像敞饭吃的 七百年没吃过饭吗 现在我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 你们赶紧吃完 来我这检查身体 看他们吃饭的样子好可爱啊 现在大家过来我这检查身体 这个迪亚小可爱 你最近是不是老拉肚子 那你也得了腹泻 好的下一个 最近是不是很想家 那么你得了相似病 下一个 小可爱你有点瘦啊 怎么还打人 你得了狂犬病 你最好选择保守治疗 下一个小可爱过来 你思维错乱见人就笑 完了 你怕是得了精神病 好了 各位小可爱们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 关注我 来我直播间 跟我一起玩游戏吧 新报告 闭嘅 小可爱 新闻